他不是這樣吹就好 吹到一半後就放開 但落後 因為你現在這樣軟軟 你把它倒下去 站在那裡 都倒下去 他就要吹到半身後 拿去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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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在社區中間的感慨之下 三上國中的學生 透過現場實際的觀望 來了解傳統碗粿的作法 藉由這種方式 也曾經和青年朋友和中間 給予同的機會 達到各年優先 環境營造的目的 他希望透過 這些我們市民生活的一些美食 請國中同學一起來看 來了解來學習 這個整個過程 最主要除了了解美食 地方美食以外 最主要培養那種情感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融入他們相互關懷 相互照顧的一個 最主要一個目的 碗粿做法是最多工 除了帶來美愛淨水三點錢 還要花錢套水在整理碗檔中 蒸到一半在餐料 繼續蒸才能完成 在一起都展現到 阿公阿嬤的好處 也讓學生孩子 看到這些中間 社人的好處 就像今天的挖粿好了 那小朋友就可以 藉由活動當中 他去觀察到 長者因為年紀大了 他行動不變 就是走得比較慢 或者是年紀大了 比較沒有力氣 種的東西拿不動 那他們可以主動來幫忙 那主動來關心這些長者 尊重長者 那長者呢 他可以藉由這個活動 他可以使出他拿手的絕火 教這些小朋友做碗粿 那也讓他喜歡參與 樂於參與 然後增加社會參與的機會 那也可以延緩他老化 或失智的時間 用傳統茶水的爐 來蒸碗粿 是現在比較少看得到的 也很淺了一些香味 相信台北跟 學生的高校活動 可以優勤彼此之間的鼓勵 要為社會和世代之間 搭檢吃溫暖的牛牛 那那是我們等一下三彈英雄 三雄酷彩 好不好